根据中国国防部网站的消息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将在11月下旬远赴西太平洋海域进行训练 日本当局对中国海军例行训练反应敏感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卫明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此作出回应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将在11月下旬远赴西太平洋海域进行训练 外交部强调这是一次例行训练 昨天国防部也发布了相关的信息 这次例行的海军的训练是在西太平洋海域 有关具体的进一步的信息 你也可以向主管的部门去训问 我不掌握有关的信息 国防部新闻事务局表示 此次训练是年度计划内的例行性安排 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 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中方在相关海域的航行自由等合法权利不应受到任何阻碍 二约卫生南斯侯金